都是全部 他们都真的要来 我说不行 我们不能在那里放空营啊 所以人家会偷袭啊 但是我想他们的当选 他们的得票 你可以看到人民的这种取舍 礼拜天我们出来之前 有一个民调 66%的人认同支持两岸的和谐对话 30%认为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这也是一个民意非常显著的一个情况 我想特别要提出来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 历史的趋势 民意的驱动之下 我个人认为 现在给我们了一个 来总结 过去 历史的一个契机 总结这个过去的历史的契机 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新的环境 新的思考 能够来发展 建立一个我们共同的未来 共同的一个愿景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一直都在过去 就像丘吉尔所讲的 他说你假如是 永远都为了现在跟过去 在那里纠缠不清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失去未来 适者已来者可绝 所以我们的愿景是哪里 我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我认为 我们的愿景要回到 自由的思想 发源地 今天北大 我们再谈一谈 这就是多元与包容 这就是互助与双赢 这就是 现状的维护 与和平的坚持 各位 亲爱的朋友们 网络资讯 网络的这个时代 本来就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何况我们本身 都有这个多元的一个基础 少数的民族了 不同的经济的阶层了 不同的政治的主张了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多元的社会 一定要有包容 就好像蔡元培先生所讲的 包容之意 怎么样子来 了解 有没有包容呢 检验有没有包容呢 简单 理性的沟通 相互的尊重 取代所谓激情的谩骂 跟批判 这就是 包容 很简单 蒋孟林先生 也是北大当过校长的人 他讲 大致上是这么讲 所以那些 背后挂了 拖了一个长辫子 那些保皇党 跟那个思想极尽的新人物 大家可以在一起 讨论问题 互相的笑虐 就是开玩笑 那就叫做包容 北大的风起 第二我要讲 就是互助 和双眼 各位都知道 今天这个市场的 这个经济 已经逐渐的 在那里整合两岸 经济的资源 不但是两岸而已 事实上 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的 这个作为 已经是 可以说在全球化的 这个趋势里面 已经席卷了全球 已经席卷了全球 自由的经济 它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情势 但是在自由经济 这个体制之下 如何的维护 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能只喊口号 要落实 而维护提升竞争力 唯一的就是一定要合作 唯一的就是一定要创新 合作创新 才有机会 今天两岸的这个关系 各位看到 我们不但是互相的依存 而是互补互利 而是一加一 大于二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 台湾 在创造了第一次经济奇迹之后 现在正迈向第二次的经济奇迹 这条路 在努力 大陆今天所面临的 也是千载南逢的一个机会 所以中华民族 这种现代化 这种富强康乐 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而已 尤其 在即将面临的未来 我就要讲 我说 两岸合作 转世界的钱 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一定能够 来实现所谓如虎天意的 这种加成的效果 这种加成的效果 不但是双赢而已啊 事实上是多赢的 东南亚的国家 亚洲其他的地区 乃至于世界所谓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不关心两岸 都不关心 两岸的和平 互助双赢 对大家何尝不是一个利多啊 所以不只是双赢 而是多赢 第三个 我要谈到 就是 来 坚持我们的和平 维护我们的一个现状 稳定的一个现状 大家 照常理来讲 和平是和平 谁需要一个不稳定的一个 一个和平 实时可以有这个改变的这种忧虑呢 这是逻辑上的 一个层次 但是在实际的层次 今天两岸的情形 我们必须要来维持 一个所谓status code 就是来维护我们的这个现状 现状维护 不是一个静态的 不是一个退缩的 不是一个消极的 现状的维护 一方面当然要避免彼此的争议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存意来求同 来凝聚善意 来累积动力 来开创一个崭新的 亮丽的未来 这才是真正status code 今天呢 所代表的 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意义 我们 各位 都知道 在过去啊 长久以来 战争流血 不只是我们之间 整个的这个世界 都朴受 它的 这个痛苦 和摧残 联合国前面 有一个雕塑 一把枪 打了结 差不多打结 就要断了 它的含义很深 下面写着 Soul into plush 就是说 把刀剑 融化成为 离除 来从事民生建设 生活改善 另外一个教授 叫做David Mitrini 讨讨论 怎么样子来建构和平 忠心的思想很简单 他说 点滴心血 累积而成 所谓 Peace by Pieces 一点一滴的累积 我们可以达到 和平的这个目的 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让我回忆到 以色列 Telaviv Telaviv 那个犹太人博物馆 那个前面 写了那一段话 他说 全世界的犹太人 对彼此 都负有责任 我们 虽然曾经 彼此 有过战争 有过流血 今天要谈 沟通 和平 有的时候就觉得 谈何容易 但是犹太人那句话 让我 虽然是感触良心 我相信 有智慧 有能力的中华儿女 大家都了解 我们可以 划刀剑 为离除 划干脖 为玉波 点滴的心血 累积而成 我们长长久久的 一个和平关系 各位 亲爱的年轻朋友 江山呢 带有财人处 长江的后浪推前浪 各位 都知道 年轻就是希望 年轻就是机会 在这个时候 大家回想一下 前辈先贤 曾经 负起了 他们应该 负起的 扭转 时代的 这个历史的责任 现在又轮到大家了 大家都是将来 国家社会 乃至于民族的领航员 所以在这样子的 一个时刻 我又想到 以前美国 雷根总统 提的那句 很好的话 他说 假如我们不做 谁来做 假如现在不做 什么时候做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来到这里 让我们 让我们大家共同坚持 互惠 双赢 坚持 和平 这是我们 可以说 自我的期许 也是 像历史的 一个责任 唯有我们能够达到 这样子的目的 为 民族立生命 为万事 开太平 我相信 这将是 中华民族 为举世 所称赞的 重大的一个成就 最重大的成就 也是我们 炎黄子孙 我们面对 世世代代 炎黄子孙 共同的一个光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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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同学们 提问 你可以来 请同学 你可以来 您指定 那个女同学吧 第一个女同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喂 谢谢 谢谢 郝校长 林正先生 您好 刚才您提到 今天您回到母校 看到 思草 思木 思识 思人 倍感 亲切 那么我想说 刚才作为一个 北大的学子 听到您 一个十六字的愿景 那就是包容 自由 就是 多元 包容 互助 双赢 维护现状 和坚持和平 这么一个十六字的美好愿景 我们作为北大学子 也是被感 鼓舞 被深受感动 那么 我们知道 林正先生您此次的北大之行 被称为一个破冰之旅 我们也非常期望看到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打开两岸交流的宽阔航道 那么我们想起您可否预计一下 在五十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 将会如何评价你这次北京之行呢 谢谢 你抱一下你的系 哪个系 哪个系的同学 抱一下名字和系 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林一级的本科生 谢谢 我 谢谢 我刚才 也报告 我大胆地提出来这个方向 因为我看到 这是历史的 一个潮流 我很高兴 在历史 转移的这个时刻 我已经搭上了 这一班的巴士 巴士 我们没有落后了 我们没有走错一步 可以说 这个是 而 聚伤 百年了 我们曾经看到 很多的事情 就是因为 在关键的时刻 没有掌握住 那我们就走错了 我们就落实了 我个人认为 任何的人 都能够 为这个 来共襄胜举 当然 当然我们也 要了解 西方有一句话 他说 你不能 加快 加速 历史的脚步 历史的 脚步 方向 往往不是说 是真正 以个人的主观意愿 为转移的 我刚才那时讲 但是 也有意外的 我们就看到 刚才的这个例子 但是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过程 You can't You can't push History 但是History的方向 我们只要掌握住 一步一小印 我们大家 成功再往 好 这边吧 好 连任先生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学院的学生 我们知道 您这次来 拜业了中山岭 然后来到了 您的这个 对您非常有特殊意义的母校 然后您也将回到 您阔别多年的家乡 可以说是 圆了您多年的一个梦吗 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您觉得 作为党内一支重要的 政治力量的国民党 作为党主席的您 能够为更多的台湾人民 去早日圆他们的梦 做些什么 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 因为 这就是我刚才要讲 不好耽误大家 时间的一个问题 我们去年选举 就提出来 所谓走对路 才有出路 什么叫做走对路 第一 要认同国家 要认同这个国家 第二 要促进两岸的和平 让我们大家共同 在一个和平的建构之下 能够互惠 互利 双赢 和平 来发展 自己的经济 来提升我们人民的生活 第三 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 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我们不愿意啊 民粹 来取代 民主政治 所以 对于有关司法的独立 行政的中立 媒体的尊重 个人的权力的维护 等等 我们有很多的看法 跟今天台湾的执政党 不一样 所以我们 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提出来 我们要求 拒绝这个民粹 来真正 落实 所谓一个新的 民族主义 The New Democracy 在台湾 随时要检讨 维护民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看看 很多学者都讲 民主政治 在发展中间 有的时候会退潮 有的时候会落后 有的时候是 潮退下去 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 奇奇怪怪 各种各样的 形形色色的 这个政治的 一个运作 所以我们 第三个是这样 第四 我很坦诚的跟各位讲 台湾 本来是一个很融合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多元的 一个族群 大家看一看 我们有原住民 原住民本身呢 就有九大族群 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较小的 原住民 客家 台湾讲说外申族群 还有当地的 火罗朗 就是福老 你看看 这是一个多元的 一个族群 但是因为有心人 政治人物 为了选举 而来炒弄族群 撕裂社会 让族群对立 他可以起码 拿到那一部分的选票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啊 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 坚持的 要求族群的和平 族群的和平 大家机会 任何的这个待遇 都要完完全全的 公平 公正 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别 那么第五 我们要做的 就是经济的 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的 其实台湾是一个靠经济 靠 贸易投资 而成长的地方 我们不应该因为国际的 两岸的这个关系 假如处理不好 那么日渐的萎缩 对大家 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大概这五方面 是我们国民党 过去现在未来 要全力以赴的 一个目标 林岸先生 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生 我们北大学子呢 对您的这次大陆之行 一直是非常的期待 那么记得在四天前 当您乘坐的飞机 刚刚降落在 南京的路口机场时 您曾发表感言 真是有一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么刚才 在您的演讲中 您也提到 那么现今的大陆 已经跟您的记忆 完全不吻合了 那么请问您 那么在事隔 将近六十年的时间 当您再次踏上 大陆的这片土地时 那么您眼前所见到的 跟您以前的记忆和想象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谢谢 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同 我 离开大陆的时候 是五十九年前 跟我们母亲 从上海里 回到台湾 我可以跟各位来报告 我的童年 是在这个 可以说是 兵荒马乱 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 我的家庭是来自于台湾台南 但是我的祖父 不认同 也不能够忍受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 政策 他是民国 元年的时候 代表华侨 在日本选出来的 华侨的参议员 那个时候 有一个参议院 在北京 民国成立的时候 张继 张普全先生是议长 他跟他 因为这个关系 成为一个 莫逆指教 很好的朋友 所以在民国二十年 我的父亲 在日本念书之后 他就把 我的父亲 叫廉振东 就把我的父亲 送到张普全先生的旁边 追随他 一直到抗战胜利 他写了一封信 给普全先生 他说啊 以前戏啊 子戏 子戏 吾子戏 再吾啊 既子其果 鲁连到海啊 亦不地勤 旷一 这个 黄燕的 这个 这个 延奏的 这个 这个所谓 呃 旷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延奏 华 这个 就是 皇帝子孙 啊 黄燕子 这个 宣 华之 华咒 就是 皇帝子孙的 这个 皇帝的指责 而为他族子 建奴 啊 而为这个 日本人的 这个 建卑的 那个奴隶 他说 弃血追心 其何能力 这样子 怎么能够 忍耐 所以把 他的毒子 也就是我的父亲 送到大陆来 他说 要光复台湾 一定要 先 建设国家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 没有生在台南 而生在 陕西 西安 我的祖母 那个时候 因为 抗日 军兴以后 开始打仗 我的父亲就把 祖母 因为那个父亲 祖父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把 祖母 接到 陕西去了 大后方 老太太 一句国语 都不会讲 讲的全部都是 米南话 我那时候还小的 三四岁 就从那个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成长 八年抗战 所以我说 我这次到 西安去 当然 去 向我的祖母 来 致敬 击败 看一看 小说的环境 但最重要 我想 是个 寻动之旅 找洞的一个旅 找什么洞啊 恐怕很多人不懂 找防空洞 前几天 媒体的报道 说在西安 年轻人在那里 谈情 说爱 这个记者就问他 说防空洞 青年人说 什么洞 防空洞 没听过 所以 时代不同 那个时候 就是战乱 我们差不多 天天都在 夺警报 日本人 占了洛阳 轰炸 重庆 天天 从西安上面 过去 从西安上面 回来 用不完的炸弹 都给你 掉到西安 所以我的 生产的环境 跟各位 我想跟大家 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 抗战以后 从重庆 坐船到南京 简直是 满目苍蝇 没有办法来形容 有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村 整个的一个小城 没有了 这是空巷 不是万人空巷 是无人空巷 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 你说我今天 跟现在 怎么能比较 话多一点 对不起 因为时间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是不是请一位老师 看看 来 刘大英老师吧 好 历史系组 系组认 我是北达 历史学系教授 从历史上看 中国国民党 长期面对的 一个巨大挑战 是农村发展 和农民生计问题 我想问 您认为 当前 我们来 加强两岸的 合作 互动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健康的发展 这对台湾本土的 农业人口 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不利 应该如何趋利避害 谢谢 谢谢 赵授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虽然是 快速的 工业化 甚至于高科技化 农业对于 整个 我们的GDP 贡献 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事实 大概 应该是不到 3% 所以是一个 非常 弱势的一个产业 但是从 另外一个部分来看 台湾的农业人口 还是有几百万人 看看他是 实际务农的 或者是农业 相关的 这种 职业的 这种人口 还是相当相当的大 尤其在我们的中部和南部 所以 台湾农业的发展 是需要 市场 是需要 一个机制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台湾 在农业 技术层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进步的 因为地方本来小 人口又那么多 民以示威天 第一个要 就是还是要吃 所以多年以来 这个我们各地的 这个 所谓农业的实验 农业的 这个科技的发展 农具 等等 机械化 等等 可以说真正是一个 非常进步的 一个地方 所以因此 我是觉得 今天大陆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我们对于农业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很多事情在台湾做 已经不行了 但是在大陆 有它的前途 我 台湾本来是产糖的 但是现在还要进口糖 为什么呢 因为成本太高 昨天 跟贾主席交换意见 它在福建 哦 推广甘蔗 非常的成绩 非常的有效 而技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 这就是一个很到 很好的例子 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 更直接 就是开放 台湾很多的农产品 我们今天有好多的立法委员 他们都有 他们 你假如私下跟他们谈啊 他们都会给你们 好好的来说明 台湾的这个 农业很长的发展 但是啊 有的时候物产太丰富 你这个哈 因为时季节的关系 没有办法马上的 这个销售的话 那么这个销售的网 行销的网 不是那么畅通的话 尤其是市场 不是那么规模的话 那么对于农民 的确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损害 所以我很希望 我们上一次江湖主席来的时候 也谈到两岸 希望能够啊 大陆能够开放 这个农业的 尤其是农产品的这个市场 让台湾的 无论是水果啦 花卉啦 等等 都能够 农于牧啊 都能够有一个新的 一个 发展 开拓的一个机会 那是不是就是在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的问题 我看同学技术太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是不是请这边同学 连先生 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院 林三级硕士生 就是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 很多这样的文章 就是介绍台湾 现在的这种趋势 可能会对 未来两岸交流 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 我们觉得 这个所谓去中国化 这种政策 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 所以 我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不只是政党关心 在台湾 不晓得多少的父亲母亲家长 也都关心这个事情 不但是台湾的学生的父亲母亲家庭关心 甚至于外国人 在台湾的很多的外国人 也都关心这个事情 因此他们有很多的补救方式 在目前 那就是 大家自己 提出来自己的资源 找机会 找老师 找场所 找教材 能够及时的 让我们的小朋友们 这个儿童 以及青年人 能够还是同样的来接受 应该接受到的 一个华夏中华文化的 一个内涵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认为 是 非常 不应该的事情 是一个偏激的做法 我相信台湾也没有多数的人会认同这样的做法 今天有很多的事情 在国外看起来 或者是在大陆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 的确是如此 但是我相信 我也愿意在这里跟你报告 大多数的人 不会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 发展 最后让我们再次一日的掌声 感谢廉战主席 所做的精彩演讲 谢谢大家 现在 请北京大学 校务员会主任 李明芳教授 向连战主席 纵送两件具有特殊意义的 北京大学的纪念品 76年前 抱有远大理想的 20岁的赵兰坤同学 从东北来到燕京大学学习 今天 连战主席 在他母亲 赵兰坤女士 学习 生活过的地方 发表演讲 让我们感慨万千 刚才 他是在会场里头 张全玲 你好 你好 因为刚才我们在电视上 更多看到的是在 讲话的和演讲的连战先生 对台下关注的不够多 赶紧把台下的一些反应 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很多年以来 如果看开会的话 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你从后排 看整个会场的话 第一你要看 大家整个开会的时候 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会场当中 虽然大家没有走动 没有站起来 但头东倒西歪的话 大家听的不认真 但是整个的这个 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头 我几乎看着是不动的 那么大家都维持着 一个姿势在做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完完全全的目不转睛 完完全全的聚精会神 第二你要看鼓掌的时候 大家这个鼓掌的这个姿势 如果鼓掌从背后看 肩膀是不动的 那么这鼓掌只是礼节性的 但现在我看到 整个鼓掌的过程 所有人是非常大力 发自内心的在鼓掌 那么现在我们从现场 看到的画面呢 是现在这个国民党的 大陆访问团呢 已经离开了 这个北大的办公楼礼堂 开始上车要进行 北大内的 在卫明湖畔的一个参观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远处啊 我们的摄像师 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远处 有那个 现在很多的北大师生 没有机会进入这个会场的 现在都在等待 这个参访团的出现 然后你们看一下 他们鼓掌的这个姿势 看一下他们鼓掌的力气 你就能够想象 在会场当中 亲耳听到这个精彩 演讲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嗯 权林 我因为要打断你一下 刚才在这个 送礼物的时候 送了他母亲 在七十多年前 在北大读书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影印的档案 那么接下来 这个绕卫明湖一圈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 是刚看电视 据说也是跟他母亲 曾经在厌大留 求学是有关的 赶紧给观众朋友 再介绍一下 他的母亲呢 叫做是 赵兰坤女士 她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在北大的 教育的这个专业里头呢 有过一年的进修 那么他的住的位置呢 是在北大的靖园的医院 那么当时呢 这是一个北大的女生宿舍 那很多北大的当时的学生啊 老师啊 包括女老师都住在那 那么冰心先生 曾经就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那么他母亲就读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校园呢 叫做燕京大学 那么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 才合并进了北京大学 所以呢 今天这个连战的才会 在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述 说台湾媒体说 他今天是回母校 回母亲的学校 当时也是一片掌声 我相信这个掌声的意思是 他的这个讲话 让所有的北大师生 感觉到是非常的亲切 嗯 权灵呢 他们这一会儿车队 如果这个车队启动了的话 他们在绕卫明湖的时候 是否会回到母亲 当初进修一年的这个宿舍 再去看一眼 是的 北大呢 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呢 其实这也非常符合整个连战 今天讲话的几个主题啊 那就是要续旧情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我想这个去看母亲 当年的这个宿舍 是属于续旧情 和回顾历史的部分的 呃 我们可能现在稍微要挪一下位置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队呢 马上可能就要启动了 我们稍微挪一下位置 嗯 权灵那你需不需要 我们一会儿再连线 还是我们的连线 可以继续进行 啊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进行 啊 因为现在整个参访团的人出来 所以我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 可能挡住了那个车队的 车队的行进 对 呃 不能挡住人家去寻找母亲 曾经住过地方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所以我们应该让一个地方 啊 权灵哈 有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刚才在看直播的时候 也在关注 就说台下的时候 不仅有来自北大的很多年轻的学子 还有老师 还有随同连站一起来大陆出访的这个参访团的很多成员 他们在整个演讲和学生提问过程中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呃 现在说那个参访团的成员的当时在会场当中呢 是坐在了整个会场的左前部 坐成了一个方正的位置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哈 就是在连站讲话结束的那一刹那 所有参访团的队员就在瞬间站立起来了 我想他们站立起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连站今天整个的讲话 不仅仅代表他的个人 更代表着中国国民党 甚至代表着岛内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心愿 所以这是一种新生的表达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参访团的成员正在啊 上他们的车哈 他们也对我们的这个镜头非常的友好 一直在挥手 那包括啊 他们刚才路过我们镜头的时候 有很多人还会想来跟我们合影 现在他们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同时他们也非常想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应 全灵 是否可以是否可以拉住一个访问团的成员 问他的一个直接对刚才演讲的感受 可以 他们这辆车要走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 能采访一下你们 能谈一下对刚才演讲的感受吗 刚才是我们立法院党团的书记长 能表述一下对整个这个演讲的感受吗 这一场的演讲会场的成功 那当然就用这个机会能够让两岸彼此能够朝向和平 这样的会场有意义 谢谢 那现在这个演讲是否事前做过非常精心的准备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是一个有感的演讲吗 因为我们本身那个联主席他是有感的做了一个演讲 对 好谢谢 谢谢 全灵 全灵 其实通过刚才访问团的一些细节和表情都能感受到 他们现在也是这种这个很快乐很开心 而且对这个成果也是很满意的 那全灵刚才掌声是很多的了 在整个的这个 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兴奋 嗯 对 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兴奋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同样的有意犹为尽的感觉 嗯 全灵最后一个问题哈 就是这个访问团的问题 我们谈完了之后 最后一个问题 在刚才整个演讲的过程中和提问的过程中 掌声非常多 你是否认真的关注了一下掌声的这种分布和现场的这种情绪 掌声非常有意思 因为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几十次的掌声 但是他们其实代表了听众和观众一种不同的心情 一开始的掌声我想代表的是一种热烈的欢迎 因为我们注意到整个的连战进入会场啊 他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按照会场的分布的话 他完全有可以由贵宾厅直接进入主席台 但是他没有这样 他从会场的后面 也就是说穿越了所有的观众抵达了主席台 这一导致就所有的观众都热情的站起来拼命的鼓掌 而且我们听这个掌声的频率 一般的掌声可能前面是最高潮 往下走 渐渐走低 但是好几次在一开始欢迎的掌声当中 都是一开始很热烈 然后继续掀起了一个高潮 就是啪啪啪啪啪 然后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可见这种热烈的气氛 然后第二种掌声呢 我想是亲切的感受 那比如说连战在说到说 我是回母校 那对北大的这种渊源的描述 我想是打中了很多北大人的心 所以这样的一种掌声代表的是亲切 那么第三种掌声 我想真正的是一种情感上 理念上 理性上的认同 那比如说连战谈到说两岸关系 希望能够达成一种互赢 希望能够要坚持和平 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掌声立刻就爆发 而且之后像类似的这个论坛 都是引发了一阵比一阵热烈的这种掌声 我想这种是真正的代表了所有听众的心声 这是一种认同的掌声 那最后的持续的掌声 我想代表的是两个概念 第一是感谢 对精彩演讲的感谢 第二是希望 希望两岸的关系的确能够像连战主席说的那样 能够坚持和平 能够走向共赢 言松 好 全灵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在北大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因为你也得赶紧准备下午的三点钟 将要进行的胡锦涛总书记 会晤连战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下午再见 感谢全灵带来的报道 谢谢 徐教授 说句实话 刚才我用了意犹未尽这样的一个词 的确心里会有这样的感觉 过去也直播过很多和北大有关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些演讲 但是用国语 用母语来进行面对面新贴心的交流 那么连战先生这是第一次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 我不知道在刚才整个演讲和提问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您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去聆听 让您感受最深的一些片段是什么 那首先我说一下我总的感受 我觉得我在看这个连战先生这个在北大的讲话 和我在看台湾电视台 他在台湾的讲话 我就差不多 他讲的那种差不多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双方坐在一起 国共两党或者两岸同胞坐在一起 那么完全可以知无不言 也无言无不尽 也什么都可以谈 而且呢这里面呢 我觉得由于那么我们的出发点 第一和平 第二未来 也就是两岸同胞的根本力 所以我们共同语言很多 也就是刚才咱们记者讲的 掌声很多 有很多认同的掌声 掌声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 那么他讲话的基本出发点 就是为了两岸同胞的未来 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所以这个演讲的精彩之处 我认为就是在这 在刚才整个这个演讲的过程中 就说其实谈到的内容很多 包括甚至有开玩笑对母校的重新定义等等 但是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这种认同 是非常强烈的 同时他又表达了一种反对 对岛内现在这种民粹主义 正在覆盖民族主义 表示了一种 他用了两次的时间 来表达了这方面 您怎么看待一个坚持和一个反对 因为你只要做这样的坚持 坚持 两岸的和平双赢 那么坚持 共同发展 因为他讲的很充足的话 大家联合起来赚世界钱 也生不好 这个很生动的话 做这个这样的坚持的话 我觉得就是方向就是对 但是在这个同时 你必须要对那些破坏 两岸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发展 这样一种逆流 你不反对 不遏制 这样的一个逆流 你也不会顺利的发展 也很难得到和平 所以这个两个方面是相不相承的 所以他提到这个两方面 这是非常重要 也是两岸同胞面临的共同的任务 我想在他的这句话里 还有很强的这种含义 就是说我们反对这种 正在用民粹主义覆盖民族主义 就是对岛内有些台独 用挑起族群的矛盾 然后去说2300万人 其实他说应该建立在2300万人 加上13亿大陆人 共同的这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那最后还有一个 可能我们只有简短的一分钟的时间了 他特别谈到了这个现状的维持 那我想他说的现状维持 绝不是对包括台独的这种 很嚣张的一种东西的这种现状维持 而是说我们为了共同发展的一种现状 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番话 就是 因为现状嘛 大家都很清楚 自1949年来 两岸时有很多问题 但是说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么就在这种现状的情况下 两岸的这个统一进程 是可以大家协商 共同努力 一步一步的分阶段的来完成 所以应该说呢 这个 这就是说 应该说两岸的一个公约数 那么朝着一个最终的统一 和平统一的进程努力 但是绝不是说一切能够完成的 特别是大陆的这个政策 那么一国两制吧 尊重台湾的民众的选择 嗯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结束上午的直播了 但是所有全世界目光的关注点 要投放到今天下午三点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 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这样的一个会晤 我想昨天胡锦涛总书记 明确的表达对这个会晤的期待 那这样的词用得非常好 而且可以说是在进行了三国访问之后 很累 胡锦涛总是回了第二天 就立即要这个会晤连战 这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 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在北大进行的演讲 我们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许教授 而且今天下午在直播的过程中的时候 许教授将继续成为我们的嘉宾 为我们解读和两岸关系 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内容 应该说非常感谢您 并且非常期待您下午 再给我们进行精彩的这个解读 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中央一频道新闻频道 还有四套节目 都将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为大家把这历史性的时刻 转达到大家的面前 我想在下午的时候 作为所有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当然要关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希望我们共同记住历史 最重要的是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历史 去对未来符合我们期待的一种走向 一步一步去走 一定会是属于我们期待的未来 好 非常感谢收看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节目 咱们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再见 未来